嗨,大家好,我是老郭 这是第二次录这个视频 前面一次录的时候 不小心叫耳机插到麦克风上 导致视频的声音很小 后面才发现这个视频主要向大家分享 怎样在麦克上多开微信 就是打开多个微信 现在我的电子上已经打开了一个微信 然后我再打开 又是一个 再开 又是一个 就是这种效果 其实核心很简单 就是一行谢尔命令 可以在中端运行看一下 确定 这是一个 再运行一次 又打开一个 因为我觉得这样挺麻烦的 所以就将它做成应用程序的方式 看这里 其实这种通过自动操作来创建一个应用程序 我以前分享过 这个视频 这次要分享的其实差不多 我先将它们关了 然后搜索自动操作 新建一个文稿 选择应用程序 选择应用程序 这里搜索运行 选择运行 希尔脚本 因为这是一个 希尔命令 将它拖进来 将这个命令复制进来 然后来运行一下 看这样命令的结果是什么 打开一个微信 没问题 然后保存这个应用程序 这里我将它存为开微信 现在可以将它关闭 将它也关闭 然后打开刚才我们创建的应用程序 开微信 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要分享的视频内容 如果对你有用的话 记得给我视频点个赞 有兴趣的也可以订阅或者关注我的频道 老郭众树 好的 拜拜 这里分享一下我的个人博客 老郭众树 这是我的大本音 内容更加丰富 编程笔记 建站和当站长的分享 从小白开始做视频的过程 赚钱案例 等等这些